第九百三十一章 大长老 在我们先煮的酒库之中 有一种美酒 令整个三千界爱酒和和欢一道的修饰奉为神品 那便是大罗真龙的头茶龙边酒 天空中寒光一闪 落下了一根挥洒着龙血的巨物 天使金仙用最快的速度 用了一种特殊的封印之法 把那根巨物封印在了一个空间掀起之中 他拿出一枚玉剑 一同交给徐凡 投茶龙边酒 辅之以秘法炮制 可以让那些有道理的修士的修为一日万里 哪怕是资质平庸 常喝此酒 行和欢一道 也有机会晋级道金仙 另外 还有一些特殊的小功效 消除那些天才 在本仙界晋级道金仙时的时间限制 一般的大罗真龙肉也有 只是效果不如这个强烈 徐凡听着 眼睛就亮了 这时 一道相当凄惨的龙银声 响彻了整个小世界 吼什么吼 被切了 你在这儿一根部就行了 天使金仙继续动刀 用各种专业的手法 取着大罗身上各个部位的肉 龙银声越来越凄惨 那大罗真龙的眼泪 已经逆流成河了 最后徐凡实在忍不住 只能给小世界套上了一层隔音阵法 世界安静了 圆界一处专门用来宴请的小世界中 引领门一众高层 看着满满一桌的全龙宴 口水都流下来 哎呀 大家动快品尝吧 这是由大前仙朝 先主御用的美食大厨 做的全龙宴 不要客气 师父 这大罗真龙所做的全龙宴 估计我们吃上一口就饱了 徐刚有些可惜地说道 上一回的金仙真龙全龙宴 凭借着他这几千年积累的 如天地般宽广的根基 也就能勉强吃上几道菜 现在换成大罗真龙 他感觉吃上一口都十分够呛 这时天时金仙在旁边 笑呵呵地说道 你们不要有所顾忌 放心地吃 我敢说在这三千界 没人比我更会做龙肉 这些菜肴 已经被我用特殊的秘法烹饪 哪怕是你们到达了极限 体内多出来的气血 或者先灵之力 会换一种特殊的方式 属存在你们肉体和仙魂中 天时道友 全龙宴之后 没什么说的 我送你一批大罗真龙食材 那我也不推辞了 看大长老宗门和龙族这个趋势 以后这样的食材 肯定少不了 道友大方 我也不吝啬 我会把全龙宴所有的秘法和手艺 传给宗门的 那两位美食一道的真仙弟子 徐凡和天时金仙相视一笑 这家伙虽然说长得吧 有些粗犷 可做派很符合徐凡的胃口 尤其是切下大罗真龙胯下的那一刀 很完美 很符合天地道运 让徐凡去切的话 也应该这么办 能对龙族切下这么一刀的人 那绝对是一个可骄之人 尤其是在徐凡眼中 这就是朋友了 天时金仙随后说着 要去看看那五条大罗真龙 琢磨着 全龙宴该怎么下刀 徐凡二话不说 亲自把天时金仙 送到了封印大罗真龙的世界 不多时 徐凡拿出一坛刚时间加速完的 头茶龙边酒 回到了小世界之中 还动吗 众人正是享用起了这一桌全龙宴 这一回不像上一次那样 下口就浑身力量爆发 而是那种吃起来很陶醉 能沉浸到灵魂深处的感觉 美食中蕴含着各种能量 全部都在以一种温和的方式 隐藏在他们的肉体和仙魂之中 哪怕是一个凡人 这全龙宴也能吃上几口 立地成仙 吃着吃着 徐刚表情猛然一变 有些不可思议地看向徐凡 师父 我感觉到了我的金仙大姐 马上要来临 正在享用美味的众人 突然停下来 全都诧异地看着徐刚 不是说需要十万年吗 徐凡摸着下巴 大罗真龙可以逆时间长河 肉身有着消除境界时间限制的功能 这是天时金仙刚才说的 说是龙肉只有这么一丝可能 龙边酒的几率要更大一点 好了赶紧多吃一些 这样才有力气顶住时间长河的冲刷嘛 遵命师父 徐刚十分兴奋 原本他就做好了十万年沉淀自身 突破真仙的准备 没想到今天竟然会有这种意外之急 他知道 虽然晋级到金仙 还是无法保护师父 可总算是往前跨了一步呀 总算是追上了师父的步伐 这一天 一条横跨整个以灵门的时间长河再度出现 这条长河虽然不如徐凡那般壮观 但也让在宗门中做客的天使金仙赞叹不已 能有如此规模的时间长河 只要能顶住 一定是金仙中最为顶尖的存在 引领门 巨湖之上 徐凡招待着天使金仙喝茶 天使金仙突然有些恭敬地说道 没想到大长老既然是查到大家 失敬失敬 徐凡谦虚地摆了摆手 嗨 只是在闲情雅致的时候参悟一番 能到此境界 也是机缘巧合罢了 对了 天使道友 刚才你不是说 三千界中有记载的大罗真龙 被吃掉了十条 其中有八条是你做的 那大前仙朝这么强 贵仙主吃掉的 肯定不止这些吧 天使金仙品了一口大道之茶 面露陶醉之色 我是仙主的御厨 他所吃的所有龙肉菜肴 都是我所烹饪 算上那些没有被记载的 我一共做了十二条大罗真龙 后来龙族实在忍无可忍 聚集了六条正统祖龙 和一条游离在界外之地的老祖龙 跟仙主打了一架 各有损伤 从那时候开始 仙主就没有在光明正大地 吃过大罗真龙 偶尔逮到机会 只能用金仙真龙开开婚 天使金仙说到这儿 叹了一口气 如果有一天 大长老被那些龙族的 正统祖龙纠缠 可把整个宗门 搬到大前仙朝中 仙主可以保大长老的宗门平安 这时 天使金仙的通讯法宝 突然响起来 他拿出来看了一眼 突然有些不好意思地 对徐凡说道 大长老 全龙燕能否多加几桌 我愿出 五百斤玄黄之气购买 天使道友 你要是拿我当朋友 就别提买的事 大长老 这五百斤玄黄之气 你收下吧 不是为我 而是为了我朝的仙主 哦 断因果是吗 天使金仙 微微地点了点头 徐凡也不含糊 直接说道 能否带我向贵仙主 求购几枚先天灵文 我愿意出大罗真龙购买 至于因果 我一人承担即可 第九百算十二章 那请大长老稍等一下 我联系一下仙主 天使金仙说着 摆弄着通讯法宝 徐凡这时 也被这通讯法宝 吸引住了目光 大前仙朝距离 墓园仙剑那么远 按道理来说 后天灵宝级别的通讯法宝 根本就联系不上 这玩意儿到底是个啥呀 不一会儿 天使金仙抬头说道 大前仙苦之中的 仙天灵文也不多 如果大长老要的话 一条大罗真龙 可换一枚仙天灵文 外加一千斤玄黄之气 其中的因果 由大长老承担 希望能理解 徐凡想了想 我想换两条大罗真龙 大长老 你换一条就够了 两条大罗真龙的因果 你无法承受 天使金仙摇着头 对徐凡说道 大罗之境的存在 是三千届所有顶尖 主族的中流砥柱 如果乱杀入室的话 必会引起族内圣人性的注意 我觉得 现在大长老的宗门 无法承受一条 正统祖宗的报复 大长老的宗门 已经上了三千届的头条 名声已经算是 享誉了三千届 一道光幕出现在徐凡的面前 上面是 三千届最近发生的大事 当徐凡看到 有关于他的那一条之后 眼神微微收缩 面露凝重之色 大长老 其实没有太大影响 墓园仙界地处比较偏僻 能来找事的人很少 天使道友 我能不能看一看 你手中的通讯法吗 这个嘛 这个是万道阁特制的 后天灵宝 只要在三千届内 都可以互相联系到 售价是两千斤玄黄之气 我现在用的这个 是临时调用仙草宝库中的 回家还要还回去的 徐凡没有说话 只是专注地 看着手中的通讯法宝 核心位置 一道微微亮起的 先天灵纹 仿佛连接着 三千届中所有区域 徐凡感慨道 唉 没想到万道阁竟然还卖这种东西 以先天质宝为基准 连通整个三千斤 当真是厉害 天道阁那一件先天质宝 我朝先主已经垂涎了好久 只可惜天道阁说什么都不卖 那天道阁单单是靠这一点 每年都赚到盆满钵满 徐凡道了一声谢 把通讯法宝还给了天使金仙 这时 他的通讯法宝也响起来 徐凡一看 是好徒孙韩非语发来的 徐凡摸着下巴 内心琢磨起来 千山绝地 有意思呀 这哪是什么绝地嘛 分明就是一个锻炼弟子的好地方 徐凡也没有多看 回了一个万事小金之后 又继续陪着天使金仙喝茶 这时 尹能门上空 又出现了一条时间长河 天使金仙感慨道 大长老的宗门 当真是人才纪迹 这才多长时间 竟然有两位突破到了极限 徐凡笑起来 嘿 等拳龙宴之后 天使道友可以在我宗门小住一段时间 估计那时候会更多的 这条时间长河 散发出来的波动 应该是自己的似突袭 远处出现了一道雷光 王向池的老丈人出现 木雷圣者正泪眼汪汪地 看着天空中那条时间长河 紧张的双手都在颤动 哎 庆家 别紧张嘛 下来喝茶 徐凡热情的声音在天空之中响起来 哈哈哈哈 大长老无怪啊 我女儿晋级金仙 难免有些紧张 木雷圣者哈哈大笑 落到了徐凡所在的楼舟之上 以贵千金这些年的积累 顶住时间长河的冲刷轻而易举 木雷圣者连连点头 虽说他心里也明白 可还是忍不住紧张呢 他罕见的都使用了超远距离传送阵来到了星月城 对他这种老抠门来说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哎呀 大长老以金仙战力轻松镇压五位大罗真龙 围压整个龙仙宫 佩服啊佩服啊 木雷圣者十分惊叹 虽说当初他也没有反对这门婚姻 可是以当时引人们的实力 难免会有一种女儿下嫁的感觉 可现在才过了几年呢 他就要仰望这位女婿的师傅了 徐凡笑眯眯的拿出了一包龙肉干 嘿 这龙仙宫欺人太甚 想其在我宗门头上拉屎 那我能惯着他们吗 啊 亲家 来都来了 来拿点东西回去 哈哈哈哈 多谢大长老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木雷圣者笑呵呵的收下了那包龙肉干 他也有几位大前仙朝的好友 这东西无论是卖还是送人情 那都是上上之旋 引灵门上空 时间长河还在不断地冲刷着 看着有些紧张的木雷圣者 徐凡再次安慰道 别紧张 没事的 我晋级金线之时 差点顶不住时间长河最后的冲刷 大长老晋级金线的时候 也是有体会吧 最后那一段 时间长河的冲刷是最为汹涌的 听到这话 徐凡只能露出一个深有同感的表情 可是他内心呢 实际上没什么感觉 因为他对这东西完全没感受啊 时间长河越来越汹涌 这时木戴拿出了两件防御性的后天灵宝 加持在自身仙魂之上 我不记得给大人防御后天灵宝啊 木雷圣者都懵了 这这啥时候出现的呀 徐凡笑着说道 啊 是我的好徒弟 你的好贤婿给他 说是不能让媳妇过苦日子呀 听到这话 木雷圣者顿时尴尬起来 瞧瞧人家 再看看自己 哎呀 没得比 最后一波时间长河冲刷结束 时间长河蓄影消失 只留下了成为金仙的木带 王向池紧紧紧地搂住了木带 感慨说道 戴尔 你终于突破到金仙了 真不容易 不容易呀 喝了玄黄护倒茶 吃了金仙真龙全龙叶 又吃了这大罗真龙全龙叶 又喝了一点龙边酒 这才紧急到金仙 听到木雷圣者的咳嗽声 木带开心地问道 爹 你怎么来了 傻丫头 你紧急金仙 你爹能不来吗 木雷圣者说着 把提前准备好的防御后天领宝 交给了木带 第九百三十三章 王向池笑眯眯地问道 爹 我也要紧急到金仙了 不知道有没有礼物 没有 不过你紧急金仙 我可以送你两件最顶尖的仙器 木雷圣者说着 又看向了木带 紧急金仙之后 也不要松懈 成就大罗才可永恒 木雷圣者叮嘱完 便和徐帆告别离开了 他现在还需要在前线镇守 真身长时间离开 容易出问题 你爹还是一如既往的扣啊 王向池感慨说道 不就是上次 没有给你那一把后天领宝吗 至于让你接到现在 木带白了王向池一眼 旋即来到了徐帆身旁 拜见大长老 我能晋级金仙 全靠大长老赏赐 木带有些羞愧 原本他感觉 距离金仙只差临门一脚 没想到相耗这么多资源 才晋级 属实是有些废了 徐帆笑呵呵地说道 还没事 资质差算什么呀 你旁边这位还不如你呢 王向池悠悠地说道 师父 我触摸到金仙境界了 徐帆翻了个白眼 你咋不说你大师兄已经是金仙了呢 行了 带着木长老回去巩固修为吧 当你稍微巩固之后 去宗门宝库领上一坛酒 对你修为很有帮助的 遵命 师父 无妄仙界中 二号分身和李玄道已经站在了先帝密藏之外 此时 二号分身也已经是金仙境界 自然而然晋级了阵法神师 他仔细端详着密藏之外的法阵 最终一直嘟囔着不简单之类的话 二号师父 这阵法你能解开吗 李玄道在旁边期盼地问道 二号分身点了点头 有点问题 但是不大 我需要一点时间 来破解这先帝密藏外的阵法 然后再逆推进入先帝密藏的密法 要不然强行破阵 破解开的那一瞬间 里面的宝物 可能会被传送到时间乱流之中 这样连毛都没有 当初布置这阵法之人相当的谨慎 而且其阵法一到的水平 恐怕在三千届所巅峰 这种阵法 可能在整个三千届中 能破解的只有寥寥几人 我现在能勉强算半个 不到 为我输入玄黄之气 引领岛旁边 一座巨大的岛屿正在慢慢成行 这是徐凡用来招待人族大罗 全龙燕的地方 福大 为你炼制的这具身体 完全掌控了没有 主人 新的身体 已经被我开发到了百分之九十五 剩下的百分之五 需要半年时间慢慢开发到极限 嗯 已经够用了 这时 白发老子的身影 出现在徐凡身旁 老爹 你真的打算 从天时真仙那里得到了一条密文 他们先朝先主吃过祖龙的肉 虽说只是准圣级别 可是功效异常的逆天 一条祖龙做成全龙燕之后 金仙石之可在时间长河之中超脱 基于这么一点 徐凡就已经想好了 他要和龙族死磕到底 反正都已经得罪了 往死里得罪又能怎么着 反正他可以把宗门隐匿起来 正统祖龙来了 也是找不着的 难道老弟 想把过来袭击咱们宗门的祖龙给吃了 不是不可能 只不过消耗有些大罢了 徐凡现在虽然能用玄黄之气 暂时屏蔽系统 可是那消耗只能让他维持一刻钟 老弟 龙族可不是表面上的那点实力 咱要是真死破大脸 跟龙族不死不休的话 容易 放心吧老哥 以我的小心谨慎 怎么能做不明智的事情呢 那就行 不过老弟这一次 你们要再走的话 可不能抛下我和我那些徒弟了 那是必须的 如今整个墓园仙界 谁不知道咱们两家的关系啊 正当徐凡打算请白发老者 吃一顿圈龙宴的时候 隐能门所在的天空开始变化 一道异样的气息从天空中压下来 徐凡猛然看向天空 眼睛微眯 陌生的准生 白发老者脸色微变 开始暗中呼叫起了老大老二老三 这时一道祥云从天空中慢慢落下来 一个身穿道袍 长相普通的中年男子 站在了祥云之上 笑容和蔼 给人一种平易近人的感觉 看着徐凡开口道 你便是尹灵门的大长老徐凡吧 这是我的拜帖 三天之后 我会正式拜访贵宗门 前辈 我们没有这么多规矩 您能前来就是我宗门的荣幸 请入银河殿 徐凡邀请说道 同时让葡萄把隐灵门最敞亮的牌面摆出来 隐灵门大门全开 临时召唤过来的弟子 瞬间整齐地排列在大门旁 由玄黄之气西式凝聚成的大道 由大门中向外摊开 一直延伸到了徐凡所在的地方 皇山前辈 请 天空中响起了迎宾之月 每道音符都符合天帝之规律 不知前辈来我宗门有何贵干呀 刚才徐凡感知了一下 哪怕系统屏蔽 他晋级大罗 在眼前这位的手中 他也勉强只能保命而已 太使门 内门长老皇山 我来此 是想邀请大长老 参加我太使门的入门测验 如果通过 便可成为内门弟子 可能大长老在这个地方 没有听说过我太使门 不过不要紧 我带你去逛一去 你就能了解太使门 是怎样的存在了 皇山轻轻一抬手 迎客殿中 他和徐凡仿佛穿越万千时空 出现在了一道山门之前 太使门 乃是人族诞生之初 第一位圣人 所成立的宗门 随后便慢慢扩大到 整个三千界 现如今 太使门已在界外之地 开辟出一片区域 作为三千界的桥头 守护整个人族 目前以大长老 所表现出来的 天资和战礼 已经有资格成为 太使门弟子 皇山轻声说着 带着徐凡走进了山门之中 第九百三十四章 徐凡感受着周围的环境 有些震惊了 这 这都是真实存在的 前辈 你一息间 带我来到了界外之地 一些旁门小道儿 这里可以说是真的 也可以说是假的 全在你一念之间 两人踏入到太使门之后 一对身穿铠甲的大罗级别的战士守卫着 领头的身上散发着准圣气息 准圣脚下有一条大黄狗 黄山长老 又带新弟子入门啊 恭喜 恭喜啊 大黄狗跑到黄山脚下 吐着舌头哈哈地说道 黄山长老 在咱们太使门所有的招生长老当中 您是最厉害的 这还不到千年时间 已经带回来第二个 旁边护卫全部都是肃穆而立 宛如一尊尊雕像 和大黄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徐凡面露震惊 这是一条金鲜大黄狗 身上散发的气息相当厚重 还是你主人聪明 把你拴在这里 让他省了很多话 黄山笑着 拿着一根骨头 丢给了这条大黄狗 进入到山门之后 是一处广阔的道场 道场之上 徐凡看到了几位 正在切磋的太神门弟子 虽然都是合体期 可是展现出来的战力 徐凡感觉能有自己同时期的 七成之上 欢迎黄山长老回归宗门 旁边的临时客人 请您给予权限 一道温柔的声音响起来 徐凡闻声看去 发现了一位 融合人族所有美的女人 黄山轻轻说道 手与内门弟子临时权限 随后又转头看向徐凡 大长老不要担心 我带你在太神门中逛一圈 便送你回牧原仙界 我当然信得过前辈 徐凡已经从葡萄那里 得到了太神门的资料 只有一句话 是人族最早 也是最强的宗门 人族诞生之初到现在 一直默默地守护着 三千界中的人族 也承载着整个 三千界人族的契约 一位仨着小辫 长得如此娃娃一般的小姑娘 飞一般地来到了黄山的身旁 黄山伯伯 我的礼物你带了吗 我怎么能把云儿的礼物忘了 黄山说着 拿出了一只散发着圣洁白光的小猫 放到了小女孩的怀中 多谢黄山伯伯 小女孩说完 高兴地向着远处跑开了 徐凡看着小姑娘欢快的背影 黄山前辈 刚才那小姑娘身份一定很尊贵吧 爹是先帝 妈是逍遥内外界的天尊 都不带孩子 就给我带养了 黄山笑呵呵地说着 身上气息异常地温暖 很快两人来到一处大殿之中 大长老 要不要现在参加一下 我们太神们的入门考核 无论过不过 都会有一份礼物送上 我并不是很想加入贵宗 但我也不想得罪你们 考核就算了 前辈能让我在这种传说之地 逛上一圈 我已经很满足了 不是 咱们就当结个善缘 反正以大长老的天赋 日后在这界外之地 少不了常来我们宗门做客 难道你就不想知道 太神们的宗门礼物是什么吗 一面镜子出现在徐凡的面前 散发着后天领宝气息 这是能通讯三千届的后天领宝 准确地说 是最高级别的通讯法宝 在三千届永远免费 免去了前年一经悬荒之气的费用 只要大长老能参加这宗门测验 就送你 入门测验很重要吗 这是每一个以后要进入到界外之地的人 必须参加的测验 对你以后进入界外之地 有着极大的好处 相信传承着整个人族气运的宗门 是不会骗你的 他能帮你更加清晰地了解三千届 那费不费时间呢 牧原先进那边我还有很多事情 等我处理完之后再来参加也不迟啊 只是一瞬而已 耽误不了大长老多少功夫 听完黄山的回复 徐凡一脚踏入到入门测验中 然后瞬间又从门中回来 面带凝重之色地看向黄山 前辈 那些东西都是真的 对 唉 可你过来 我感觉上了大趟 把镜子给我吧 黄山笑眯眯地把镜子交给了徐凡 而徐凡的表情 宛如被骗了几千玄黄之气 送我回去吧 早晚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要不要我带你再去别的地方看看 要知道 下次咱们再相见 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说快也快 说慢也慢 如果可以 最好不见 黄山笑呵呵地说着 看着徐凡的表情 他仿佛想到了 当初他招进太室门的几个人族妖孽 通过宗门测试之后 都是这种反应 最后不还是全部加入到了太室门吗 这时 徐凡突然想起了什么 哦 对了 前辈 你知道界外之地 幻青岛吗 知道 就在不远处 但已经封岛很长时间了 外人不能进入 不过你放心 万青岛乃是首尾三千界的重要节点 如果与你有些因果纠缠 那不是坏事 黄山有些意味深长地看着徐凡 那万青岛主主人名号叫什么 春秋天尊 不过你在三界中最好少念到这个名字 容易招来灾火 这时 山顶之中的一处神殿 传来了宏大的声音 仿佛三千道法本源齐名 又如宇宙出开 天地混沌出响 徐凡的表情一下凝重起来 旋即变得陶醉 仿佛听到了世间最美妙的声音 哈哈 每月一次的圣人传道 想听的话 可以用那一面镜子联系我 我带你过来听 再见 再也不见 徐凡听完圣人传道之后 对着黄山挥了挥手 便被送回了牧原仙界 迎客殿中 徐凡看着手中的这面 后天领宝通讯法径 陷入到了沉思之中 他是怎么瞬间 把我带到界外之地的 哪怕我现在精通三千级的 所有主流大道 我也想不出 有什么手段可以做到这样 太匪夷所思了 这时徐刚问道 师父 刚才和你一起消失的 哪位前辈呢 他回了该去的地方 徐凡说着 便陷入到沉思之中 自打黄山出来之后 他就感觉 自己一直被人牵着鼻子走 师父有何思虑 不妨跟徒儿说一声 没事 只是感慨三千界中 没有一分东西是多余的 徐凡现在 有一种憋了狗的感觉 这就好比吧 突然有一天 一家世界五百强找到他 指着另一家世界五百强对他说 看 这就是你的对手 这种事情 能不让他感觉亏大发了吗 第九百三十五章 反正多想无意 徐凡也不再去想 摆弄着 从探室门中 得到的那一面 后天领宝通信宝禁 看着三千界 最近发生的头等大事 徐凡突然有一种 熟悉的感觉 这算是 联网的BBS了吧 他看着附近 可以添加的人 人族的红发准圣 万道阁 天顶商会 还有墓园仙界 最顶尖的几个 异族的准圣 这时一道消息传来 人族准圣 要添加徐凡的好友 随后 万道阁和天顶商会 也发了好友请求 徐凡有些无语 这东西没有隐藏功能嘛 要不然被仇家追杀的话 用来定位多麻烦呀 可以 只要主人同意 便可以设置成隐身状态 原来这通讯宝禁中 是有气灵的 只不过被葡萄嫌弃 算力太低 无法尽心尽力地服务 顺手把他给接管了 徐凡挥了挥手 设置一下吧 万一来的祖龙有这玩意儿 那不很容易找到我们了吗 哦对了 我是不是应该把黄山叫过来 让他把祖龙的事情解决掉 徐凡拿出宝镜给黄山发了一条消息 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 一个准先而已 又不是正统祖龙亲自出动 你是我太使们预定的那门弟子 相信自己的实力 徐凡翻了个白眼 关闭了通讯 此时葡萄汇报 大前仙朝过来交易的人 已经来到了穆颜仙界 终于来了 降上天使金仙 咱们过去招待一下 银客殿中 两位专程赶来的大罗圣者 恭敬地从徐凡手中 接过了封印大罗真龙的小世界 和一枚特殊的空间掀起 大罗真龙肉体损伤较少 龙根用密法保存得非常完整 可以交易 其中一位大罗圣者点了点头 举肉的时候 我特地留了一条没有洞 就是为了方便你们交易 天使金仙在旁边笑着说道 他促成了这一单 回去之后 大前仙主肯定会有所赏赐 最关键的是 又得到了引灵门大长老的传承 一举两得 收下大罗真龙之后 旁边的大罗圣者 拿出了一枚被封印的先天灵纹 大长老请验货 徐凡接过来 查看一番 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勉强达到了先天灵纹的程度 而且对于现阶段的徐凡 已经完全够用 旋即徐凡又接过了一千斤的玄黄之气 交易完之后 他又客气地请着两位大罗吃了一顿大罗真龙级别的全龙宴 一顿全龙宴之后 两位大罗满脸笑容的和徐凡 还有天时金仙道别离开了 而徐凡则是拿着那枚先天灵纹来到了地下空间中 把先天灵纹交给一号分身 徐凡说道 空间影子刚好匹配我们要炼制的石门 知道了 不过要先把这个先天灵纹刻录进去 至少需要三万年时间 你自己算算时间 让波涛调整好我这边的时间加速比例 好 那条祖龙要过来还需要几十年呢 足够时间加速了 那就好 我的假期和武艺先遇的经费遥遥无期 本体少惹点事 起码让我有个时间休个假呀 加油吧 等二号回来 你们俩一同炼制这件先天灵纹 炼制完之后 我就兑现以前的休假承诺 到时候你别忘了 在一号分身哀怨的目光中 徐凡离开了地下空间 远界一处封印真仙金仙真龙的地方 两位引力门美食一道弟子 正跟着天时金仙 学习烹饪全龙宴的秘法 制作金仙真龙的时候 你们首先要观察一下 这条金仙真龙的古灵 小于一百万年是一种做法 大于一百万年又是另一种做法 眼前的这一条金仙真龙 关起古灵应该有八十三万年 显化成万丈法相的天时金仙 正掐着一条金仙真龙 给临时收的两个小徒弟传授经验 像是这种小于一百万年金仙真龙 龙心和龙肝正是滑嫩有活力的时候 用它的龙心和龙肝做成菜之后 真仙和金仙使之 可以在体内凝聚成一道特殊的龙灵心火 在体内好好孕养 好处多多 不弱于一些本源神通 天时金仙得知 引灵门这两位主修美食一道的弟子 没有传承 全是靠着悟性走到这一步 心中便多了一丝爱才之意 教授时他没有保留 两位弟子也是认真的听讲 还有这龙皮和皮下之肉 可做一道硬菜 炼体之人使之 发现会附加一层龙灵防御 当然这需要密法相办 另外就是龙脑和龙昏融合的综合食材 更是修行之人的大补之物 这些我都会一一教给你们 能学到多少就看你们的悟性了 万丈法相手中出现了一把杀猪刀 对着那条金仙真龙斩下来 两位美食弟子赶紧把头扭到一旁 而金仙真龙的脸上露出了生无可恋的表情 龙边尤其是最新鲜的龙边最好入酒 其中的好处都跟你们说过了 有机会去给你们大长老讨上一潭大罗龙边酒 日后说不定用不了多少年 我就得喊你们道友了 教导之恩永世难忘 你永远是我们的老师 很快 引领门中放出了万道霞光 天空中的云朵被排列成了欢迎宾客的字样 此时 迎宾岛已经装修完毕 开始迎接宾客 这一回引领导邀请整个人族所有大罗参加 也邀请了在人族中的各大势力 人族大罗哪怕是本体来不了 也要派分身过来 毕竟一包大罗真龙的龙肉干 值得他们跑上这一趟 除此之外 人族几大势力又来了三百多位金仙 整个宾客岛上可谓是高棚满座 此次宴会一是告知整个仙界 龙仙宫这片大陆 归属于引领门了 二是人族大罗和各大势力结一结善缘 引领门飞升到仙界之后 在人族疆域相处得还算融洽 葡萄控制着真仙傀儡 端着各种菜肴游走于各个宾客之间 此次来引领门做客所品尝到的菜肴 全都是在前线击杀的真仙金仙大药 有两位美食一道和天时金仙联手 做出的菜一点都不赐于全龙宴 一道道散发着奇异相会的菜肴被端到了桌子之上 挑逗着各个宾客的味蕾 而真正的全龙宴还没有正式开始呢 第936章 引领门弟子们坐在专属的桌上严阵一旦 这时一道龙吟响彻天地 一条庞大的由各种菜肴组成的巨龙 向弟子们的方向飞来 这菜肴在天空上分散成为流星 向各个桌上精准地降落下来 全龙宴开始 所有弟子瞬间开动 分别对着自己修行有力的菜肴伸出了筷子 听说这一次的群龙宴是由密法所烹饪 不会再像上次那一般吃几口就会塞不下 二远看着满桌子菜肴流着口水兴奋地说道 大长老已经把那些大罗真龙圈养起来了 什么时候想吃龙肉了 直接从身上取 二铁看着自己的傻憨憨的妹妹 我早就知道了 我还知道想要保持大罗真龙肉质的饱满 最好千年吃一次 二远抬着小脑袋罐 这时候你就不要跟二远讲话了 他现在满脑子只想着吃了 李雷虎在旁边哈哈大笑 迎宾岛上 徐凡端着一杯龙骨酒 和人族大罗挨个见面 所有大罗都表达了钦佩之情 虽然徐凡只是一个金仙警 可是没有谁敢小瞧他 而他不知道的是 远在南斗仙界千山绝地中 韩飞宇正流着口水 看着宗门师兄弟们大快朵仪 这他妈的过得算是什么日子呀 距离下一次 绝风来临还有半个时辰 请尽快赶路 小A的声音传来 在这无尽的虚空中 韩飞宇顶着发光的防护罩 向着前方慢慢地挪 一道绝风刮来 韩飞宇轻松躲过 调整方向准备迎接下一道狂风 本以为那你落上师祖跟师祖说说话 可没想到既然连上了葡萄 还让我看到这种画面 不知道这有多少人伤心吗 韩飞宇拿出了一块肉饼 昨天还感觉这肉饼挺美味的 现在 这时葡萄拉近镜头 给了韩飞宇一个全龙宴的特写 属于你的那一份全龙宴 都存储到了宝库之中 你回来便可以品尝到 十万多年呀 这啥时候是个偷 对了 无疾师弟有消息吗 没有 但根据他留在宗门中的 那一丝本源玉佩来看 他现在状况平稳 那就好 聊着聊着 远处一道光 把韩飞宇的目光给吸引过去了 小姨突然说道 向那个亮光的方向飞去 我感受到了南斗仙界的气息 那里可能就是出口 出口 韩飞宇一下就激动起来 向着那个方向快速地飞过去 你的速度需要再快上三分 要不然会遭遇到绝风 韩飞宇表情异常坚定 拿出了一件一次性的后天灵宝 拍到身上 这一下 他恢复了真心修为 一瞬间就穿过了那道亮光 很快 韩飞宇出现在一处山谷中 这里开满了不认识的灵花 韩飞宇深吸一口气 大量的灵力被他吸入到体内 自由 这是自由的味道 一道阴影盖住了韩飞宇 他回头 只见一个备有双蝶翼 身体中央位置被花瓣覆盖的绝色少女 出现在上空 正好奇地打量着他 小姨说道 花灵蝶一族 在南斗仙域极南之处 族中有大罗圣者坐镇 姑娘 此乃何处 韩飞宇率先开口 此乃我族圣帝 你为何出现在这里 灵蝶少女收起了好奇的目光 我被空间软流转入其中 也不知道为何会出现在此地 如有造成损失 我愿意赔偿 你玷污了我族圣帝 我好奇 你有什么来赔偿 一道清冷的声音响起来 灵蝶族的大罗圣者 从虚空中踏了出来 法宝仙域 只要我有的什么都行 韩飞宇赶紧让随身起零 停止调动金仙傀儡 那我要你给我一千亿仙域 你有吗 灵蝶族大罗看着韩飞宇 打出了一道粉色的灵光 没入韩飞宇的眉心中 从今天起 你便是我灵蝶一族的附庸 什么时候把账还清 什么时候放你离开 你目前先跟着花儿 韩飞宇松了一口气 可下一刻 他就变得尴尬起来 碧玉葫芦里 已经不够一千亿仙域了 就这样 大罗胜者离开了 只留下刚才的少女 看守韩飞宇 刚才我族的组长说了 你以后就跟着我 等你什么时候 错够一千亿仙域 我再放你离开 这少女名叫小花 她的话 韩飞宇没有回答 而是先感受了一下 鲜魂中的那道 粉红色的灵光 这种程度的控制 她身上至少有 七八件后天灵宝 能够解开 韩飞宇放下心来 这里是南斗仙界 何方咸域 距离人族有多远 相隔三光甲 我们一族偏居南斗 仙界极南区域 虽是人族半个附庸种族 所以你放心 你只要是老老实实地 把毁坏我圣地的损失交上 我们是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小花嘟着一张嘴 韩飞宇看着穿着 有些暴露的小花 笑着说道 那我现在 如果拿出一千亿仙玉交给你 是不是就能离开了 对 你莫名出现在我们圣地 毁坏了我们圣地 十万年一次的圣地名额 导致我们一族 未来可能会少了一位金仙 所以 收你一千亿仙玉 一点都不多 不就是一千亿仙玉吗 能用后天宁宝抵消吗 用后天领宝 当然可以 你拿出来 我会让我们组长评估 价值如果超过一千亿仙玉 我们会补足差价 绝对不会占你们人族的便宜 这个好说 韩飞宇正想拿出一件后天领宝 突然 他冒出了一个奇怪的想法 如果我现在脱离这里 回归人族教育的话 会不会遇到其他问题 韩飞宇知道 现在不是漏才的时候 他展颜一向 看着小花道 开个玩笑 我怎么可能会有后天领宝呢 姑娘 如果我留在你们灵蝶族的话 那会怎么样 第937章 一听韩飞宇说 没有后天领宝 小花明显有些失望了 你打架厉害就去帮我们练杀妖兽 能练丹就练丹 能练气就练气 直到还清这一千亿仙玉就行 那我就留在你们灵蝶族 我现在没有一千亿仙玉 只能干活底仗了 韩飞宇笑咪咪的 就算在这里待上九百多年 应该也不会出现什么大事 想到这儿 他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不能漏才 那既是这样的话 你跟我走吧 小花拉着韩飞宇的手 向着灵蝶族的圣地外走去了 韩飞宇感受着那双温柔的小手 忽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你先等一等 韩飞宇说着 从储物袋中 拿出了引力门特制版的 掀起万一球 经过这么多年的更新迭代 万一球现在已经变成了 一件多功能的防护法宝 美观又安全 我们人组女人都会穿很漂亮的衣服 这样可以展示出自身的美丽 这是我们宗门的万一球 能够敗化出各种漂亮的衣服 而且还具有仙气级别的防护效果 刚好适合你 听到韩飞宇的话 小花那一双流光溢彩的眼睛 就这么盯向了万一球 这个仙气 能演化成你们人族的衣服吗 韩飞宇点了点头 小花捧着万一球 有些惊喜地说道 这个仙气 我先爱一千仙玉给你算 到时候我会让族整的 练器大师评估一下 是多少 就先从那一千亿中扣度上 随后 他就收到了空间法宝之中 你不能穿上吗 我们一族都这么穿 只有战斗的时候 才给自己套上一层花甲 小花说完 带着韩飞宇 继续向前飞去了 一出圣殿秘境 他们出现在一处山顶之上 韩飞宇环视四周 发现周围飞舞着 无数的灵蝶族 都是只用花瓣 包裹着重要的地方 韩飞宇感觉 自己仿佛身处了女儿国中 你们种族怎么都是女的呀 我们灵蝶族自古就如此 小花理所当然地 点着头 那你们怎么翻野后代 种出来呀 如果想要孩子的话 要分裂自己的灵魂和本源 凝聚出一个种子 种在我族的秘境之内 十年后便能长出一个小宝宝了 好吧 这时 小花的通讯法器想起来 她带着韩飞宇 坐着传送阵 穿梭到了一处海滨的巨城之上 一处海域中 庞大的基础五行剑阵快速运转 无数道剑光笼罩着下方想要上岸的海兽 韩飞宇呢 一边施展剑阵 一边和小花聊天 我出现的时候 你就在圣地之中 修为也是真仙气的巅峰 莫非是我把你名额给破坏了 算是 也不算是 小花叹了一口气的 我是我们年轻一代的大师姐 相对是最有希望竞技到金仙的 所以我族圣地的名额就给了我 但是我族圣地 只是让我们能稍微感知一下金仙境界的存在 你出现的时候 我其实已经算是感知失败了 这在我们一族很常见 如果你再晚出现一段时间的话 可能就会直接放你走了 韩飞宇不在意地摆了摆手 按照他的想法 能在这里待上一千年也不错呀 那我这次任务 你能给我抵消多少 这一次任务 算你一百仙玉 平时我过来都是给我八十仙玉 韩飞宇算了算 这样一来 想还清一千亿仙玉 需要十四万年 这时小花笑着说道 你不要算了 我都给你记着 按照我的推算 跟在我身边 你只要干满十五万年就可以离开 我们灵蝶族从来不坑人族 好吧 韩飞宇摇了摇头 一个大五行界面剑阵直冲海底 整片海域被染成了一片血红 韩飞宇轻松地拍了拍手 看着小花笑着说道 小花 下面还有什么任务啊 你会练丹吗 韩飞宇摇了摇头 练气你会不会 韩飞宇又摇了摇头 那你现在跟我去周边海域巡视 看看有没有捣乱的海兽 小花想了想 那这走吧 相比于在千山绝地中的那种困苦环境 韩飞宇感觉现在就仿佛度假似的 这时他的通讯宝镜响起来 师父 臭小子 要不是我联系到葡萄 还不知道你已经有了万通格通讯宝镜 王向池有一种久别重逢的喜悦之感 师父呀 您不在在这段时间 不知道托儿有多想你啊 托儿可真是受了大罪了 忍饥饿 挨风吹 受冻 各种苦难 托儿可谓是都体验了一遍 我现在看你可不像这么苦 王向池已经透过宝镜 看到了在旁边浩金的小花 一张精致面孔 白嫩的肌肤妖嚷的身段 尤其是背后挥舞着如绸缎一般的彩翼 这么长时间不见 没想到徒弟竟然喜欢这种调调 玩得很花嘛 感受着师父的眼神 韩飞宇正想解释 却被王向池给打断了 无极的事 你不用担心 按照你师祖的说法 是有大造化 你无需担心 我这次 就是看看你过得怎么样 师父 我刚受完那无尽苦难 现在终于轻松一点了 全龙眼好吃吗 那龙边酒是不是 韩飞宇露出了一种 意味深长的笑容 王向池笑骂道 臭小子 竟敢调侃你师父 你旁边这位是什么情况 虽然咱们宗门不禁止这种关系 但是你可要想清楚啊 你要是实在喜欢 可以带回宗门 让其转龄重修 化为人足 当然 如果你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那当为时没说 看你现在过得很不错 为时就放心了 王向池说完 挂断了通讯 韩飞宇突然有些不舍 小花在旁边建议道 你这件事后天领宝 要不要交给族长抵账 那你们一族能凑多少鲜鱼 这个东西 哪怕是减掉一千亿鲜鱼 那也是价值不菲的 不怕 我族有的是鲜鱼 小花骄傲地抬着小脑袋 那你问一问 能通讯整个三千届的 后天领宝宝镜 他买得起吗 那你等等 我问一问族长 小花掏出了通讯法器 可没多久 他就苦着一张小脸 第九百三十八张 我们族长说了 现在我们一族用不到这个 所以不能抵账 既然这样 那我们还是继续干活吧 韩飞宇说着 主动带着小花 巡视起了海域 引领门 徐凡正在欣赏着 上空的时间长河 这已经是他看到的第六条了 扫地老者 雄厉 苏阮天 其中一个很让徐凡意外 竟然是李雷虎 哎呀 按理说这小子刚触摸到 金仙境界 还没有沉淀磨练一下 就晋级了 这时 天空中又出现了 另外一道时间长河 徐凡默默感知了一下 竟然是李雷虎的盗旅 林莫婉 他们今天竟然要 双双晋级为金仙 看到这儿 徐凡明白过来了 啊 他下过一道命令 在宗门中 有盗旅者可以领一滩 投茶龙边酒 主人 两人领完龙边酒之后 回到洞府 晋级时间便没有出去过 他们双双晋级为金仙 可能与那龙边酒有关 哈哈 没想到这龙边酒的威力这么大呀 此时 李雷虎的仙魂 演变成了一团雷电 而林莫婉的 演变成了一棵柳树 在时间长河中 两人竟然重合起来 结合着面对时间长河的冲刷 徐刚在徐凡身旁感慨说道 师父 咱们宗门越来越强盛了 为师本来以为 要过十万年 宗门才能出现大量的金仙 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呀 没有师父的那千年讲到 我和宗门弟子 可能几万年 几十万年 都触摸不到金仙境界 能有现在 都是师父的功劳 还是你们够努力 为师不过是提前了这个过程 随着时间推移 时间长河冲刷完毕 消失在天空中 李雷虎和林莫婉两人 来到徐凡面前双双败谢 徐凡温和地摆了摆手 哼 如今咱们宗门 也算是有了圣体金仙的仙宗 算是金仙中 战里最强的那一批了 起来吧 你们都很不错 李雷虎联盟说道 在大长老面前 不知一提 把小两口送走之后 王向迟回到徐凡身旁 师父 这个宝镜真的太好用了 啥时候能给我配上一个 我这是特殊版本的 一般版本 一千金玄黄之气一个 目前宗门只能买得起一个 要不要给你配上呀 一千金玄黄之气 师父 这也是后天灵宝 你就不能仿制一个吗 你以为单靠这东西就能通讯三千件吗 是因为万道阁中有一件先天之宝 以此为基础 他们搞了这件后天灵宝 这只是个媒介罢了 那师父能不能炼制出纺制的 炼制是能炼制的 只不过这种东西要沾染阴谷 还是少作为妙呀 如果你真的想要的话 可以用这个宝镜 联系你老爹嘛 他现在是大洲仙朝的摄政王 给你买一件后天灵宝 应该没有问题 我跟我爹联系过了 他现在过得很好 每天都周游在大洲仙朝中 生活乐无边 所以呢 你没舍得和你爹要钱 我说了 只可惜我爹现在拿不出一千金玄黄之气 还让我没事一边玩去 小孩子用不到这个 那你回去等一的 等你一号师父的炼气一道 到达巅峰之后 说不定就能给你炼制一个正版了 其实像这种能联络三千界的 普通后天灵宝 徐凡已经能仿制出来了 只不过那仙天至宝肯定会发现 他堂堂的炼气神将 怎么可能做这么下作的事情呢 真的吗 到时候师父炼制出来 要给我一个 有好东西 我也是不会忘了你们的 不过话说回来 你从宝库中领活的那坛龙边酒 到底喝了没有 怎么迟迟不见你进击到金仙呢 那个 最近戴儿在巩固金仙秀伟 那龙边酒 我们还没来得及喝 等到戴儿出关之后 我们就试一试 王向迟挠着头 有些害羞 徐凡赶紧挥挥手 快去吧 春宵一刻值千金 王向迟离开之后 徐凡看着天空 默默地闭上了眼 他默默地给李星辞补了一挂 李星辞在轮回内戒中 一点消息都没有 徐凡想看看他的情况 挂象不明 无灾无福 这就很奇怪了 轮回内戒中 徐凡按照因果指引 向着李星辞所在的方向飞去 一处彼岸花盛开的花园中 李星辞紧闭双眼 行走在这里 每走一步 仿佛都要消耗极大的精力 一道灵光穿透了这个轮回小世界 徐凡出现在花园之外 看着举步维艰的李星辞 不禁摇了摇头 修炼轮回到晋级成金仙 有很多种方法 你怎么偏偏选择最难的一种呢 听到徐凡的声音 李星辞慢慢地睁开眼 很是高兴地说道 师父 你来看我了 为师过来瞅一眼 你大师兄都成金仙了 你这边要加快脚步啊 李星辞苦笑说道 师父 恐怕要突然进击到金仙 至少还需要万点时间 好 徐外天魔来了没有 还没有 徒儿也正因为如此 才不敢轻举妄动 徐凡好笑地看一下李星辞 傻徒弟 你身上套着一层又一层的轮回大本元神通 你觉得徐外天魔会傻到入套吗 徐外天魔总得来 还不如早点做准备 你媳妇已经晋级了 为了你的面子 为师还是决定帮你一把 徐凡手中多出了一团纯黑色物质 打入到李星辞的体内 也不用在这里磨练了 徐外天魔我给你准备了 在轮回界直接进行时间长河冲刷吧 徐凡说完 一道完整的时间长河出现在轮回界中 向着李星辞汹涌而来 这团纯黑色的物质 是徐凡抽取了体内 御外天魔的一半本元得到的 对于修炼轮回一道的修饰而言 这是大补之物 时间长河冲刷着李星辞 徐凡在旁护法 对一般修饰而言 晋级金仙时旁边无人护法是很危险的 徐凡就这么静静地站着 看着徒弟李星辞的表情 势而皱眉 势而点头 自己说的这几个徒弟 资质算不上顶尖 但在自己的教导下 能走到这一步 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第939章 徐凡的眼中突然出现了 无数的大道轮回经文 胆子不小 时间长河不远处 一只梦眼被徐凡直接镇成了本源 顺着时间长河 打入到了李星辞的体内 一只金仙气的梦眼 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没了 在时间长河远处观看的轮回生灵 就这么被镇住了 一个金仙佛陀 忍不住震惊道 那么大的一只金仙梦眼 就这么没了 能来轮回内界的 有哪个是简单人物 仅凭刚才那位护道人的表现 就是我们惹不起的人 一只身体有些虚幻的狐狸 叹了一口气 那咱们就留在这边看好戏 这里所处的位置有些特殊 说不定会有轮回大罗圣者前来 到时候就有好戏看了 佛陀的表情有些期待 你们佛道不都是菩萨心肠吗 狐狸鄙夷地看了一眼佛陀 这些跟我在旁边看戏有关系吗 在徐凡感知中 过来看热闹的轮回金仙 竟然有一百多位 主委 我徒二今日在此度金仙大劫 劳烦各位帮忙看护了 徐凡的话没有人回应 只有这寂静如星欲的轮回节 还有远处正在时间长河中 杜劫的李星慈 徐凡把一整只金仙梦魇 打入到李星慈的体内 所以李星慈迎接时间长河的冲刷 没有任何的不适 徐凡也是看着越来越满意 可随着这动静越来越大 过来围观的轮回金仙 也变得越来越多了 徐凡甚至还感觉到了 一股轮回大罗圣者的气息 正向着此方赶来 这位大罗圣者没有掩盖自身 就这么光明正大着 向着这个方向飞了过来 众多在周边隐藏的轮回金仙 赶紧把位置让开 生怕一会儿打起来 波及到他们 刚才的佛陀和狐狸虚影 顿时脸上期待的表情 直接拉满 这是幻魔圣者 在金仙踏出大罗那一步 被一只域外天魔趁机夺射 算是在轮回内界 被夺射大罗中比较厉害的一位 不知道旁边互道的人族 能不能顶住 狐狸虚影黑黑笑道 佛陀则是没有表情 就什么看着李星辞 徐凡呢 表情有些古怪 因为被他带入到 轮回内界的域外天魔 突然发出了一种渴望的情绪 徐凡想了想 解开了域外天魔的灵制限制 小天魔 怎么了 那轮回大罗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这算是我混得比较成功的同行 如果能把他吞噬 能以不登天 成为大罗域外天魔中的强者 主人 你能不能不要杀他 拉近了跟我做个伴 说不定我们以前还认识 可以啊 以前你们要是认识 以后起码有个伴 这时 轮回大罗已经靠近了徐凡 无奈 换魔圣者 还不快献上自己 让我愉悦一番 哼 我有一个朋友说认识你 你要不要见他一下 可以 但是得等到 这小点心肚结成功之后再说 都不知道多少亿万年了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 在距离我这么近的地方 晋级金鲜大劫 而且还是如此 美味可口 当真是轮回界 对我的恩赐啊 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我在为徒弟互道 你把他当成点心 我会把你当成什么呢 这不重要 一会儿你也是小点心的一部分 这时 一点仙光从远处乍现 一个身穿白裙的绝色女子 出现在时间长河边上 眼神凌厉地看向幻魔圣者 此人乃我所护 不想死就退下 徐凡突然露出回忆之色 这好徒弟好像说过 轮回界中有大能要护着他 徐凡心中骂道 这臭小子 这么随你爹的吗 绝灵圣者 你要跟我抢小点心吗 别的可以 唯独 这个不行 幻魔圣者摇着头 可下一刻 一朵轮回金莲出现在幻魔圣者上空 散发着无上伟力 想一举镇压幻魔圣者 大罗圣者出手 时间长河变得不稳定起来 徐凡轻轻抬手 把这片区域隔离在时间长河之外 避免影响到理性词 绝灵圣者和幻魔圣者同时看向徐凡 徐凡摆了摆手 哎 看着我干什么呀 你们继续打 那你好身看护 等我把这幻魔圣者 镇压了再说 绝灵圣者的手中出现了一把紫色仙剑 徐凡笑着说道 多谢为我徒儿出手 这份恩情我记下来了 绝灵圣者点了点头 把幻魔圣者向着远处逼退了 这一下 众多围观的金仙感觉到很不爽 佛陀的脸上带着浓浓的失望 得 好戏没办法看了 在此处战斗 那两位轮回大罗圣者 还能克制一点 现在去了其他地方了 已经不是你我可以观看得了了 不着急 我们先蹲在这里看看 说不定一会儿 还会有其他轮回大罗圣者过来 时间长河还在奔流汹涌 冲刷着李星祠的仙魂 续凡继续守护着 时不时地打量着死众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突然 有一个没有隐藏身形的金仙 大大咧咧出现在徐凡不远处 这是一个龙手人身的轮回金仙 他眼神贪婪 你徒弟的底蕴很深厚吗 时间长河冲刷到这种地步 还这么游刃有余 徐凡笑了 我这徒弟从六岁时就跟在我身旁 可谓是一把水一把尿拉扯长大的 就跟我自己的孩子似的 如今终于拉扯到了金仙 你说容不容易啊 那你能不能把孩子交给我 我会让他去一处更好的地方 发挥出他最大的价值 徐凡突然问道 你的本体是不是在神龙界 对 把他交给我 绝对会很有前途 那你先等一等吧 等我这徒弟度完金仙大劫 看看他愿不愿意跟你回去 那好 放心吧 我们龙族绝对不会亏待你 龙手人身的轮回金仙 阴险地笑着 如果他能把这个刚进级的人族 轮回金仙给吞噬的话 他的实力又能精进一步了 第九百四十章 徐凡咧着嘴 哼 我相信你们龙族能做到 毕竟像我这么喜欢 你们龙族的人不多了 龙族轮回金仙的脸上 闪过一抹怒涩 徐凡的话是调侃之意 他当然听出来了 周围那些围观的轮回金仙的脸上 带着幸灾乐祸 这龙手金仙能猜得出来 这位护道人族实力一定是很强的 起码可以碾压周围的一般轮回金仙了 不过他面不改色 继续有一句没依据地和徐凡闲聊着 看着时间长河的规模 贵徒弟未来大罗有望啊 一般吧 成为轮回大罗还是有些困难的 徐凡笑着 默不作声把周围的区域全部封锁掉了 时间长河继续汹涌 徐凡打入到李星子体内的本源 已经借助时间冲刷得差不多了 徐凡抬眼望去 想找一个不开眼的 再打成本源给李星子输入 毕竟这么好的锻炼机会不常有啊 如果没有充足营养的话 那太可惜了 徐凡把目光放到了身旁这位轮回龙族金仙上 不多时又把眼睛挪开了 这个得留着钓大鱼 而围观的那些呢 总不能随便选上一只打成本源呢 这会显得自己太过霸道 诸位 后面我徒弟杜劫要进入到关键时刻 诸位请离开吧 不要打扰我徒弟 远处 观战的佛陀拉起旁边的狐狸薰影 就要离开了 你干嘛拉我走啊 怎么这么多人 被他一去喝退 多丢人呢 狐狸薰影有些不甘心 佛陀只是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不想死就跟我离开 你我二人的本源是最适合滋补他那个徒弟的 你说那人要寻个由头 把我们两个镇成本源 会不会有人为我们出头啊 狐狸薰影听到这话 表情顿时惊慌起来 这时他们身后传了一声巨响 轮回内界有一片躯影 直接被打成了虚无状态 围观的轮回金仙吓得屁滚尿流 就这么离开了 这片地方被徐帆封印 所以他们也不可能搞事情 身怀如此多的夜里 你们就别出来闲逛看热闹了 说不定就会被哪个心怀正义的人士打成渣渣 比如我 徐帆一边说着 一边把两个轮回金仙的本源聚集起来 稍微调和一下 使得更加适合李星辞 他就顺着时间长河的痕迹 打入李星辞的体内 这时徐帆回头看一下龙族轮回金仙 哎哎 别紧张嘛 我刚才只是针对他们 并没有针对你 龙族轮回金仙强装镇定 那我能离开吗 我突然感觉你徒弟有些不适合我 那怎么可以 既然说出来了 咱们就要办得到 此时 刚才那个身穿白衣的女子 出现在徐帆不远处 脚下踩着一朵十二瓶紫色莲花 那幻魔圣者已经被我驱除 我会在旁边守候 一直等到你徒弟渡完金仙大劫 你与我徒二有什么因果吗 为何要如此护着他 徐帆是真的很好奇啊 他刚才竟然推演不出来 好徒二和眼前这个女子 到底是什么关系 莫问 我只是过来做我该做的 女子冷冷地说了一句 就引入到轮回内界中了 让徐帆有些莫名其妙 这时 一道夹杂着龙威 如雷霆一般的声音在这片区域中乍响 一张巨大的龙脸 在徐帆上空幻化出来 对着他怒目而视 是何人敢动我儿子 徐帆眼睛一亮 大鱼这不就来了吗 龙族轮回金仙的态度一下就嚣张起来 幻化出真身 在他爹的脸旁就这么瞪着徐帆 你和你那徒儿都会化作我的点心 到时候你们会跟我融为一体 放心吧 虽然我吞噬过的 虽然我吞噬过的点心很多 但你们这对师徒点心啊 我估计会记上数万年之久 毕竟像你这样有趣的人族可不多呀 这是龙族的黑梦轮回大罗 实力极强 我只能帮你拖延一会儿 你赶紧让你徒儿从时间长河之中脱身 离开此处 那条轮回大罗真龙一出现 徐帆就收到了白衣女子的传音 语气有些着急 徐帆却是淡淡地摆了摆手 在一旁看戏就好了 随后他也不理女子的回话 直接轻轻一抬手 天空中的一大一小两条龙 后面出现了一位如星海一般的牵手虚像 搞不知多少光甲 两条龙的针身就被两只巨手这么给捏住了 随后又有数只巨手把他们控制住 硬生生捏爆 紫色的灵光本源缓缓缓地落到了徐帆的手中 徐帆笑着把一颗轮回本源分出一丝 打入到了好徒儿的体内 龙族在轮回戒指中势力很大 你徒弟渡完劫之后赶紧离开 要不然很可能会陨落至此 白发女子顾不上震惊 赶紧把其中的利害关系给说清楚 徐帆笑了 我徒弟渡完劫之后就会离开 你不用担心的 他把手中的一团轮回能量本源抛给女子 这东西还你的人情不要推脱 护我徒儿这就是你应得的 白发女子没有说话 看了徐帆一眼 收下那团能量本源之后 就这么默默地离开了 经过刚才那番事情之后 这片区域彻底安静下来 徐帆摸着下巴 这次星辞算是因祸得福 应该有初步进击到轮回大楼的潜力了 李星辞被注入了这么浓厚的本源 在时间长河的冲刷中显得油然有余 甚至还能时不时观察一下徐帆这边的情况 等时间长河终于消失了 已经成为轮回金星的李星辞 来到徐帆身旁一下跪下来 多谢师父为弟子呼道 两天之后 引灵门中 为了庆祝李星辞成为金仙 徐帆在小院中举办了一大桌的全龙宴 老大一家 老二月仙 老三一家 老四一家 老五周开陵 老七广须 李家人其乐融融 吃着全龙宴 李初帆来到徐帆身旁 师祖 师祖娘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快了 等到师祖掌控这番天地时 你师祖娘就能回来了 这时 徐灵台领着一个少年来到徐帆的身旁 少年眼神透亮 崇拜地看向徐帆 没想到我都成为师曾祖了 徐帆笑了起来 手中出现了一颗金仙龙珠 化成一道灵光进入到少年体内 然后他瞥了一眼李初帆 你看看 还是灵台有出息 儿子都有了 旁边的李星辞笑道 师父 这种事情要随缘了 唉 行吧 随缘 好了 现在咱们也算是四世同堂 赶一杯 徐帆举杯庆贺 徒弟们举杯共饮